嗨,大家好,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带来科幻美剧《曼达洛人》的第四集 这部美剧总投资1.2亿美元 不论从合同角度来看,都是质量上场的大作 最难得的是呢,他的故事相对独立 和星战大背景关系不大 这一集的故事更是独立中的独立 即使没看过前几集 小伙伴们一样可以很好使用 男主角曼叔是个曼达洛人 也是个赏金猎人 他原本是恪守赏金猎人准则的 直到前几集里面 他救了一个超强,超猛,又只有50岁的宝宝 按照约定呢,他必须把宝宝交给委托人 但曼叔已经和宝宝产生了感情 而这位委托人又是个坏人 他在拿走宝宝后,想对他做坏事 曼叔当然不能忍了 他在干掉许多问题之后,又抢回了宝宝 委托人并没有死心 他仍用重金悬赏 委托起其他赏金猎人来抢回宝宝 曼叔呢,因此想找一个偏远星球 和宝宝躲避风头 本集中,他发现了一颗森林星球 这里文明落后 没有工厂和新港也含有人言 用来隐居再合适不过 曼叔着陆之后 首先开启逛街模式 带着宝宝吃喝游玩 在忙忙人群中 有一个身着轻甲的女兵 看起来作为热眼 曼叔忍不住向当地人打听她是什么来路 不料说话之间,女兵居然消失了 曼叔顿起疑心追踪过去 结果正好遭到女兵伏击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不过就在两人陷入僵持的时候呢 耳边居然传来了 原来是宝宝正在一边喝汤一边围观 两人就这样被意外劝喝 决定一起去喝碗汤 女兵此前是共和国精英部队的成员 她宝金苦战消灭了不少帝国余孽 不过帝国覆灭之后 共和国主要玩起了政治 女兵对此反感 于是离开了部队 尽管她把自己的领队戏称为是提前退休 不过我猜她很可能是非法逃离的部队 因为她自己也刚承认 刚才之所以出手那么狠呢 是因为看出曼叔是个赏金猎人 还以为他是收了钱要把自己抓回去的 如今既然误会已经消除 两人便各自别过了 当晚曼叔正鼓到自己飞船的时候呢 两个本地农民微微索索找到了她 他们由于文明落后 既未见过曼达洛人 也没有见识过新进的飞船 被吓得阳相摆出 但就算这样呢 他们还是发出悬赏 恳求他帮自己剿灭本地的劫掠者 原来曼叔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 这些农民时常会遭到一伙截略者抢夺 生活苦不开厌 他们看见曼叔到来 还以为救星终于降临了 其实曼叔对新侠仗义不感兴趣 对农民给的可怜赏金也看不上 但他看中了农民的农舍 因为那儿极其偏僻 最适合带着宝宝隐居 因此呢 他以住进农舍为交换 接下了这个任务 顺便还把女兵也给组了进来 曼叔和女兵展开调查之后 发现截略者大概有20人 以他们俩的战力 消灭这些渣渣应该不是难题 不过侦查结果还显示呢 截略者们操控着一个庞然大物 这正是帝国巨型步行机 他很可能是帝国落败之后 被截略者们趁乱抢走的 不过即便是被劫匪驾驶 他的战力也仍然相当惊人 曼叔和女兵因此改变计划 决定不帮忙了 可当两人告诉村民们自己要推出时呢 村民们却都不同意 女兵认为 村民们是不知道底我差距有多大 步行机配备两门巨炮 他在几分钟内便能消灭一个连的士兵 而在场维尔能打的 只有他和曼叔两人 不过就算这样呢 村民们依然一直坚定 他们表态 绝不放弃这片世代耕种的徒弟 要跟截略者们战斗到底 曼叔和女兵被村民们打动 于是着手训练他们备战 他们砍伐树木修主攻势 女兵知道农民们进战 曼叔则把自己的武器都拿出来 供村民们学习射击 几天下来 即使是最生疏的村民 也学习的有模有样 当然眼下最重要的问题 是该如何战胜敌国步行机 那么众所周知 步行机的大长腿就是弱点呢 女兵因此指挥村民们 把池塘挖身 做成一个大坑 步行机一旦踩上就会栽倒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 曼叔和女兵开始了对截略者的攻势 他们先突袭 杀掉几个落单的敌人 又炸毁他们的一处云地 这场爆炸惊动了巨型步行机 两人急忙一路狂奔 最终把他引到了村里的防线 不过开步行机的劫匪也不傻 他们眼看叫踏入池塘 便警觉地停了下来 尽管从步行机的角度 看不出村民们埋伏在哪 但他仍忙开一炮 摧毁了一栋建筑 这把村民们吓得更加紧张了 就在这时 一阵野蛮的咆哮声从远处传来 原来是截略者的步兵打过来了 这下村民们再也没法隐藏 双方展开了正面交火 在这场交战中 步行机也一连开了不少次火 尽管他威力惊人 却很少伤到村民 或许这是由于 驾驶员不太会操作敌国机器吧 不过就这么让他炸下去的话 迟早还会造成巨大的伤亡 女兵因此端着步枪冲进池塘 开始近距离挑寻他 步行机还是没有上钩 只是在池塘边缘不停犹豫 不过女兵抓住他犹豫的机会 一枪击中驾驶室 机甲因此失控栽进了池塘 曼叔趁机补刀 又往驾驶室里扔进一枚炸弹 这台装甲巨兽 终于灰飞烟灭了 剩余的截留者们一间大势一去 纷纷作鸟兽散 村民们难以想象自己居然赢了 片刻浪神之后 纷纷响起了欢呼 本片快结束时 村子重新恢复宁静 宝宝也跟村民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到处都是一片相互气息 曼叔以为使命终于完成 准备把宝宝留下 拜托村民照顾 自己呢 则继续远走天涯 毕竟宝宝跟着自己走的话 一定会过不上好日子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竟然有把狙击枪暗中瞄准了宝宝 还好女兵先发现 并且解决了他 曼叔检查过这人尸体之后 发现他携带着赏金工会发的跟踪器 显然他也是被赏金所吸引 专程来抓宝宝的 看来这个星球也不再安全 曼叔因此还是把宝宝随身带走了 宝宝依依不舍坐上了出村的板车 他的大耳朵微下垂 似乎是在为和小伙伴们分别而难过 要是未来他们还能重逢 那就好了 最后顺便一提呢 本集的故事 其实是致敬了日本导演黑泽民的七五世 尽管他已经是66年前的老电影 却仍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让人欲怕不能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